如果你部位很大的話 你是一千萬的話 你等於掉了五百萬下來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但是ETF其他的 原來設計的原因 就是讓你長期持有 被動型投資 但是你要做一個事情就是 你要做它的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華 最近碰到一些投信業者 他們都感嘆說 我們的主動式基金 真的被ETF打得很慘 因為投資人 很多人跑去投資ETF了 但我們今天要告訴你 ETF其實跟你想的並不一樣 它有時候真的有很高的風險 所以說在投資ETF上面 我們要注意什麼樣的 投資策略跟原則 我們今天請到了 Money前雜誌副總編輯 同時也是證券分析師 劉宗志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告訴你 ETF跟你想的不一樣 宗志你好 木華哥好 大家好 好 ETF為什麼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這個你經研ETF之後的心得是什麼 我覺得它有兩大重點是不一樣 第一個是其它報酬率 冰想像中的高 大家都會覺得說 ETF是被動式的投資 我的報酬率應該不會太好 但是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2016到2020 那我舉到台股的天資第一號0050 就台灣50的ETF 它這五年的總報酬率 就是包含你的股息在投入 報酬率高達138% 但是要強調這是股息在投入 對 但就是說你拿到股息之後 再進去繼續買0050 不要測出來 就是這樣重複的報 不算一些手續費的狀況 對 那你幾乎跟巴菲特一樣 對 有沒有覺得很誇張 對 就被動式投資 問題是你的投資有時候報酬率 比你想像中高很多 好 那很多人講說 那我是不是就照你這個方法 可以不斷的投資0050 把我的退休金養大了呢 可以 但是問題是你要有一個預期 就是說 它的第二個不一樣就是 它的風險也比你想像中的高 有多高呢 被動式投資 你會想說 我可能最多跌個10% 20%就很多 可是事實上 市場有不測風雲 在20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那時候的大盤 包括0050 跌幅都將近腰斬 跌了46.5% 就將近是腰斬 你的100萬只剩下不到60萬 大概50出頭 那如果你部位很大的話 你是1000萬的話 你等於掉了500萬下來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呢 報酬雖然好 但是也有可能會有 因果裡翻船的時候 沒錯 黑天鵝或灰犀牛闖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會是什麼時候 這個就麻煩了嘛 那到底我們怎麼樣 運用這個ETF呢 又可以避開這個灰犀牛黑天鵝 又可以長期享有這種 所謂剛負利報酬 高達兩位數的這樣的條件 我覺得會有三個步驟 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 大家一定要長期投資 長期投資等於是說 你越早投資 你拉長時間的話 你長期來看高風險資產 因為你時間拉長之後的話 你可以 offset 掉 他整體的那個風險 你失敗率會降的 非常非常的低 那我舉個例來說 好 比如說我們用大盤 長期的年報酬 如果用8%來抓的話 如果 你每個月投入1萬塊 省下1萬塊 小資主 那你這樣連續投資 10年下去 你等於投資了 120萬下去的話 那你用8%年報酬略的話 120會變成183萬 再增加個50% 可是如果你把時間拉長 一樣是每個月拿1萬塊去投資 你投資22年的話 等於說你總共投入的本金 是264萬 那你22年下來 你會變成717萬 等於你的資產在膨脹 大概將近變成3倍 OK 就一個是多50% 可是問題是說 你只多了12年 你感覺你時間大概就是 比你原來的東西 多一倍多一點 問題是你的資產 就從膨脹50% 變成膨脹成將近3倍 所以你長期的負利效果 其實是非常可觀的事情 這個就巴菲特的雪球理論 對 這個本金越滾越大 你的雪球越來越大的話 你這樣越滾出來的 你的波刀要夠長 沒錯 好 那要不要停利停損呢 在這個過程中 一旦遇到黑天鵝 你的看法呢 我建議大家 其實可以不用停利停損 因為那是主動操作的時候 你在做的事情 但是ETF 其他的原來設計的原因 就讓你長期持有 被動性投資 但是你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你要做它的 風險承受度的計算 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你是100萬 如果你遇到市場跌20% 的話只賠20萬 但是當你資產累積到 比如說10年之後 你累積到500萬 賠20%是賠100萬 那是一般上班族 兩年的薪水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受不了 問題是市場就是有可能跌50% 就是剛舉例金融海嘯 那去年的股災也跌了超過30% 波段的話 那你一跌下去 你受不了 你可能就出場 你可能再也回不來 因為你資產一定少掉30% 不少掉50% 所以你要做好壓力測試之後 再去做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所謂的資產的配置 那這個壓力測試聽起來蠻專業的 這個一般來講都是金融機構 或是說受險機構在做 那我們一般投資人怎麼做呢 同時有沒有這個測試完之後呢 可以避開風險的方法呢 有 我建議大家就是資產配置的話 要找他比較不相關的 不同資產來配 那大家最常用的方法 我也非常建議大家就是 因為現在股票型的ETF 跟債券型的ETF 都非常的多 那我一樣可以舉個例子就是 我股票型如果是用0050 然後我的債券 我先舉以元大美債20年 00679B來看 他在去年2020的第一季 因為新冠疫情的股災 那大盤大概是跌超過30% 那時候0050 他從1月到3月的低點 大概是跌了32% 非常的大 但是同時呢 元大美債20年呢 他在那段時間第一季的時候 他從最低到最高 他大概是大漲25% 大家有沒有發覺這個差異 因為他兩個是負相關 所以如果你各投入 50%的資金的話 你32減掉25% 那你還要除以2 因為各投資8萬至50 你的報酬會變成 只有負3.5% 那如果你只有投0050的話 你會負32% 那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簡單 個人投資的壓抑測試 你用這樣的方法 就可以降低你的風險 股債做一個平衡 把他的風險 offset掉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資產配置的觀念 不過我們當然講說 ETF也不只元大投信 各家投信都有推出 股票型跟債券型的 都可以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參考 最重要是方法 這個方法跟策略 我覺得是要放在這個商品之前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劉中志 我們也謝謝我們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 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下方的愛心哦 並且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keToday的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芯片哦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1點 LikeToday的理財分類 準時上限